国防我们本次审议程序 先处理国防部所属单位 预算公开部分 立院表决国防预算 蓝绿甲级动员 但奇怪赵天龄人呢 前一天晚上发布退选声明 他是这么说的 审夜宣布退选 说是会来立院表决 但一个人 经过了一整天的沉淀 我决定退出这次的立委连任 私领域的犯错 再次向家人及支持者致歉 谢谢大家的批评与包容 最后他还说会善尽职责 到本届的最后一天 包括25号的国防预算审查 捍卫前建国造等预算 一定有我的一票 只是预算审查人没出现 传出就是他要赵天龄避风头 说法会有没有想到 你要去特务 有人说他是被逼退的 我不是他 既然都已经退选 民进党只判设下止血点 据悉为了赵天龄退选 他所属派系勇言会 前一天传出为此激变 主持派王定宇和新北市党部主委 何博文终于说服反辞方 做出决议 让赵天龄发文退选 尤其是勇言会这个部分 没有啦 还没到那里啦 反辞派眼见大事已去 像是高雄市议员李亚惠 直接换上黑白大头贴照 表达不满 只是随着赵天龄的退选 他也成为赖清的民主大联盟 立委退选的第七人 民进党不只面临选前换将 明年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 也将大换血 七席立委里面包含赵天龄 就有四人不能竞选连任 只剩下三人有机会叙留 而赵天龄的绯闻风暴 好巧不巧跟电视剧 人选之人又有雷同之处 是觉得啦 要攻击赵昌泽是可以啦 但是如果波及到家人 这个就太恶劣了 赵丑闻波及家人 传言不利选亲 尽管此兆非彼兆 但这一趴也让人直呼 又够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